高维维,维维到来 拜登和川普的总统之争闹得沸沸扬扬 在美国的华人华侨是支持川普还是支持拜登 我们今天采访到了纽约北京同乡会创会会长侯建利先生 他在美国工作生活三十多年,对此很有发言权 你的身份很特殊 你是先支持民主党,然后支持共和党 然后再支持民主党 这个过程的变化挺有意思 这个话前说起来有点历史感了 最早实际我从深层次来说最早是民主党 支持民主党的 因为跟我们华人从政有关系 不管是孟广瑞啊,还是孟昭文啊,刘纯一啊 皮特布啊,这些人呢 一路走来,我都是他们的坚定的支持者 经过青春经历以后 我认为这个民主党在某些方面呢,确实是过于的倾向于这些所谓劳工阶层吧 就这种的,随时好像就产生了那种逆反的心理 所以就从支持民主党,开始从2016年把那个所有的这个热情就投给这个川普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变化过程 那我想这个呢,也可能是迎合了我们华人当中一大批人的这个所谓今天的川粉形成 定不是真正的喜欢它,而是由于对民主党的当些怨念和他们那些倒行逆势 所以我跟孟昭文也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开始是,因为我们纽约的大环境都是,基本上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啊,比较多 那么你从对民主党你怎么转换为支持共和党,或者说支持川普 当时我们是认为川普是相当于一个侵流吧 因为美国的政治现在分析起来,它确实有很多节省 是没有人能够把它推翻的,而且也没有人想去把它推翻 所以当时呢,我们认为有这么一个人敢于跳出来 像这些传统的这些不良的这些体制内的东西做一个反抗 我们也是抱有一种好像这个为之一震啊 希望它能够 有一种改革的感觉 对,有点像我们好像改革春风就要吹到美国了似的 是吧,所以把这个美国的很多那种制作化的东西做一次修正 这也是好的,所以对他的这美好的口号呢也是非常赞同 所以很多人自然而然呢就成了他的这个粉丝 你是从对民主党的失望,然后呢转到来看到川普一股春风 政治上的一股春风,然后呢你就比较欣赏他 对 然后对他抱很大的希望 可以这么说 后来你真正投票的时候投了拜登,这真正中间的转变是什么原因呢 我在初期也还是这样的 但是到了这个近一年嘛 就是由于这个疫情以来 那就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感觉就有点了这个天分地附的变化了 你可不可以换一句话来讲 假如说没有这个疫情,川普还有可能当选 因为他在疫情现在表现非常好 对,这个我觉得他实际就是还是输给自己了 他对中国的这种无端的指责也实际失去了很多人的那种对他的这种支持度 因为有些东西他已经完全丧失理性的就是一种胡乱的这种甩锅了啊 就现在我们有这个词就要甩锅了 所以在这点上他也是觉得做的非常怎么讲呢 就是有点丧心病狂吧 我在美国 让我来说 高维维 维维到来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